已经三年未在北京开歌唱的张振岳终于决定在2013年12月14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张振岳艳阳天北京演唱会 日前张振岳现身北京答谢歌迷 一登台的张振岳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他这段时间的生活感受 或别北京舞台三年张振岳变得更加自然从容 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亲近大自然后生活的变化 现场透露自己想退休的想法并透露已经打算在花莲海边开一家民宿 现场热情邀请所有人前去光顾 希望五年之后可以退休最快五年最晚的话也是十年之内吧 虽然有意退休不过张振岳依然不会彻底放下音乐创作 就我觉得我现在的人生目标已经差不多到一个阶段了 我想再往下一个阶段走 对这个并不是说这是对自己的要求跟期待 这跟大家的期待是不太一样的 现场播放了张振岳为此次北京演战会特意拍摄的幕后花絮 骑单车 玩滑板 跑步 冲浪 上山下海 回归自然 张振岳说这不是特意作秀而是平日中他的生活 张振岳还表示随着年纪增长和家乡民族文化 对自己的音乐创作的影响越来越大 所以这次艳阳天北京演战会上除了看到动感的摇滚乐以及温柔的乐视停歌外 我们还会看到许多属于他故乡的原住民谣元素